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到我们《芒向早晨》的时间了 录的时间是2020年11月24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茶事真的好,早晨 是,纽西兰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还有我家餐新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未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和旁边的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晒冷气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平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我们这一节就要概观定论 虽然阿鲁的官司是未打完 但我们是不是看他的Twitter去决定他是不是认输的 是要看他做事,去决定他是不是认输的 他已经叫了我们说的那个总务部部长 Emily Murphy就签了那张纸 当然,很多黄人就在那里用那封信那张纸来说 就说他未认输的,他未认输的 大家传媒把集底炒车 但是阿鲁都已经是说明是说表面上的 elected总统的胜利者来形容拜登 就是字面上,细节上我们不认输了 以他的行动来看,他都是让了一步 所以我们确定阿鲁就是退下来 一定会交接的啦 是,一定会交接,交接了就当是的 就不是当是,是直接是,事实上是就是 其他讲的都是枝节 所以我们就会做一辑概冠定论 不过他未死的 他的总统任期就概冠定论 他自己打上他自己棺材钉的 其实就说我未死的,不过先打钉 那说一下他的政绩 这一节主要说他内部政绩 如果够时间就当然想说外交 因为外交是内政的伸延 不过这样的,要讲一讲就是 你说阿鲁是否真的完全一定没有机会 100%没有机会翻盘呢? 就不一定的,但是呢 可能性就非常之低,应该这样讲 就是,你说他会不会愿意 做完所有交接的东西 他现在总务处那里只是做了一点 其实有很多应该交接的东西 他都没有做的,这个要先讲 就是他只不过是走了一步 有很多该做的事,他都是没做的 这条死路都要拖拖一下的 是的,就是他是一个 搞屎棍的方法去处理现在的问题 都要讲清楚 是,因为其实他怎么讲呢 就是他签了某些东西,讲了某些东西 但是我看他也是拖到最后一刻阿登 就是其实他最后一刻 都不想拜登是顺顺利利的 都是比较难的交接 就是跟其他美国总统交接不同 我觉得他也是 因为他也是很多 支持他的有益回体 都是不断的 不行不行 其实都是做个势出来 你想真的拿到的权 慢慢吧 做个势出来 但是都当是做了第一步 没错,那也是 是 到最后他也是要给的 所以我们就会做这个特辑 首先讲他的内政 是由他讲到他2020年的 就是讨论到他2020年pandemic之前 因为pandemic 这件事是完全是例外的 是对他不公平的 他是处理得很差的 我今天看到有些 有些比较中立一些的淺黄人 我和他聊起 这件事他都是说 川普处理疫情处理得很差 这件事是有眼见的 虽然你无论怎样拗到好 他是做得差的 搞到一锅足 那我们讲一下 其实如果总管川普的经济政策 他是非常好 这样讲 那首先 不过其实说他好 他不过是好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乘是奥巴马的政绩 首先奥巴马他 他最后做出来 他是跟克林顿时期不同 他是想着希拉里是照顾 而且奥巴马作为第一任黑人总统 就是有识 有识人总统 他是特意要做一个政绩非常好 他才下来 所以他没有什么地雷 古惑东西 鼓劾东西 给阿鲁 所以当他走的时候 根据他们 其实他们美国国会 就有个 Congress Budget Office 就是他美国国会是有个经济预测 就是说 和他的数据统计 奥巴马走的时候 他的联统计划是4.7% 那是低通胀 和每一个家庭收入是向上 而且 估计在2017年 如果这样下去 2017年 他的所谓GDP 是会上升1.8% 2018年是上升2.3% 就是这个是奥巴马政策 如果沿着奥巴马政策下去 他是会这样 他是会这样 向上升 GDP走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 2018年那时候 他的失业率是会降到4.4% 那扣除一些不差 或者是有些人是收费务 扮东西 就是有些这样的情况 事实上是接近 这个叫做全职业 全民就业 所以是非常之好 所以特朗普其实是拿到一手好牌 如果以坐大地来说 哇!三条地 在手 所以特朗普就笑奇奇 一来到他就加料 他就减税 他的政策有两样 首先就是 经济政策有两样 就是减税 和加贡用 那么这两样东西 就是加这个政府的洗肥 结果呢就是 令到那个 就是你一加料下去 原本已经好的加料下去 就更加厉害了 你身体好 再吃些药 那就更加厉害了 但是结果 但是结果呢 是啊 是啊 所以结果呢 但是这样做 其实 如果沿着奥巴马的势头下去 你开始去减了你自己 国内的赤字 是会比较好的 长远是会好的 但是特朗普由于 它是决定加料呢 就令到那个 预算 就是未来的预算 它的赤字 就加到去 2019年的 2018年的 7,790亿 而2019年 灵状之前 就加到 9,840亿 直接是完完全全超越了 国会 他们自己的 economist 就是那些经济学家 等等 统计的 未来十年 国库赤字的60% 是多了 哇 一看见 是啊 那直接是 但是 那个pay off 就是那么多年来 甚至是50年来 的GDP上升 平均上升 是非常之大 是超越了 以前50年的 GDP上升率 但是呢 就令到 它在2019年 它那个 budget deficit 是佔了 4.6%的GDP 是非常之 就是 是变得非常之重要 而估计 如果依照这个趋势 2030年呢 它的 它的 它的政府赤字 的政府赤字呢 就是到了4.8% 那就是 就是多少呢 就是大约是 会令到每一个美国人呢 那些政府赤字 就是增大得很紧要 那 但是如果看一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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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的 务职率 其实是 这50年是最低的 在这个 在这个 叫做 有史以来 它的 务职率 在2019年 那时呢 是跌到3.5% 它是不停地 創造就业 这个东西 它不停地自豪 有人计过 它说这些 说了接近250次 就是 人人有东西有东西 有东西有东西 几乎 就是人人都有东西有东西 是说了250次 那其实这个呢 正如我们说 是奥巴马遗留下来的 的 政绩来的 但是它就 弄了 但是 而这个 市场呢 在它任来 头三年呢 是升了45% 是 它又说到自己是说 有史以来最厉害了 这样说 但是其实呢 如果要算呢 在三十年 冷战后三十年 布希是 在他临走的时候呢 他那个股市呢 就是跌了2.5% 克林顿临走的时候呢 就升了57% 奥巴马就53%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 疫情呢 我相信 就是 特朗普呢 是可以超越 克林顿都没有 但是很可惜 他是非常之 很不幸 不幸啦 克林顿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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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有钱好的 他的减税政策 就是一般小民百姓呢 在他的 减税政策之下呢 实际得益很少 他就可能说 喂 我要减了那些有钱人税 那些滴漏效应 才滴到那些窮人那裡 就是 美国就是 做了这一类型的事情 很久了 香港当然也是 有人说 最近要滴漏 有钱人呢 那些钱就会滴到那些窮人那裡 公民党就是了 公民党就是了 死都不派钱 但是你 其实实际说滴漏效应的人呢 都是很 有时候做事都是很离谱的 而且那些政策呢 根本上呢 只可以 就是一时 一时之快 就是股市慢慢的上 是啊 社会 其实就 没有好处的 就是实际上 人民的获得感 是没有提升到的 而且他还是 两样的 因为他将那个 贸易战的影响呢 就转嫁了 给普通小民百姓 是啊 就是他其实有人计过 因为他贸易战呢 每个人 平均 是要损失了 580至1200元 就是他 他是会令到 就是要 美金 美金 其实他贸易战的影响 是边上是 是向美国人打了税 没有的 你正常的 其实因为你 你就加加关税了 那入口的东西 自然成本 成本就增加了 成本增加了 那么你消费者 自然就要付出更多的钱 去买入口的东西了 那就组成他们 到最后得不上失 还要花多了钱 尤其是对低下阶层 去打 这样打税 就是本来比较便宜的商品呢 那些低下阶层 更加大成本去买 其实都很凄凉 其实澳洲也是一样的 澳洲的最大的 那些 那个雇主 West Farmer 他都说 其实你是这样 说什么本地制造 那些都是假话 你本地制造可以 但是你的窮人 就是惨 本地制造呢 只有 有钱人是能买得起的 在澳洲 是的 澳洲 它自己出的货 不是没有的 有些人说 澳洲完全没有了制造 不是 它只不过是 把它变成了最高端的消费者 譬如你买一双鞋 最便宜都说 六七百元澳币的那些鞋 就是它自己做 但是你一般人买一双鞋 是六七十元而已 没错 你是要花十倍的钱 一般小民百姓是负担不起的 就好像我的塔斯曼尼亚主 现在我回到均士兰 我们买一双鞋 是完全本地制造的 在本岛 本岛就是澳洲本岛 就是五六元的 塔斯曼尼亚是买十元的 但是它的牛肉是比较好 本地的牛 塔斯曼尼亚 你可以忍受到这种 我就觉得可以 但是你想想我吃一样东西 就是好像一个大午餐 在本岛18元 塔斯曼尼亚是25元 它什么都是本地制造的 就是有个面包 它都是本地烘的 都是正常的面包 但是那些Bacon 什么都是本地制造的 雞蛋都是 那你就比在本岛消费成本高 是吧 那就是美国的情况 就是美国的情况就是 一般窮人买的东西 我不敢说100% 但是呢 九成九呢 都是中国货来的 没错 那如果九成九都是中国货的时候 你就打什么贸易战 其实就是将那个消费成本 就转嫁了下去 或者税务负担 就转嫁了下去 最穷的人身上 是 就是有人计 有经济学家也计过 在它的Cut Tax 它的Tax 在2018年那时候呢 平均 如果你是找到Family Income 就是你家庭收入是五万至七万五千元 你是收到九百元 但是那种改动呢 一到了2025年呢 如果根据阿鲁那种Tax Cut的做法呢 到了2025年呢 它的Family Income 到那七万五千元呢 都已经没有了九百元的 benefit 其实是很短暂的 就是会令到贫富悬殊加大 你越有钱你就越交少税 你越多钱就相对 你的 benefit 你的收入 好处越来越少 好处越来越少 而且它是减了很多 那些叫做 就是有 刚才我刚才 为什么我说会有好处越来越多 就是有钱人的好处越来越多 为何家产会说好处越来越少 就是窮人的好处越来越少 是的 窮人的好处越来越少 就是窮人的好处 就是这样说 所以其实是令到贫富悬殊越来越一个 而且它是减少了很多 在教育那些地方 是减少得很嗯 就是那些政府的支出 在教育的支出 在学校的支出 是联邦政府在教育的支出是减少的 所以就有人其实向她的评讯 问过一个所谓五十个 不论你是什么派别,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 由芝加哥大学问过50个经济学家 跟川普的经济政策来比分是很特别的 在他治下的经济表现是属于A级的 A- 但是他在贸易上,因为他不属于自贸 他阻挡贸易,乱打关税 所以给F他,他是乱按花钱,所以给D减他 而他的所谓货币政策低税,低息口政策 但是他也是保持住的,其实因为联储局撑住他 所以就勉勉地向给C 其实如果整体对于长远来说 美国的经济是不行的 如果给他长期持续,到他走的时候 真是破产,虽然现在已经破产 但是在短期的经济表现的表现是非常之好 所以你说他可以连任,我是相信 如果不是有19的出现 这个也是 而且但是他的所谓 Health insurance,就是一个叫医疗政策 由于有奥巴马care 是令到那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人 是减到低过三成 28.2% 直到奥巴马走的时候 但是川普一上来就说要改 他不能够全面推翻 但是他改变了一些 所以相对令到有大约三千几万人 三千几万人是变了没有医疗保险 原本奥巴马走的时候只有二千几万人 是对于整个国家长远是不好的 就是你的人没有了医疗保险 病了就没得医疗 要自己鸣钱 其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 举个例子有一套剧 美国有一套剧叫做Breaking Bad 就是说是一个化学教书先生 他发觉自己患癌症 老婆大肚子 儿子是小儿麻痹症 他楼子起上来 因为他计过如果自己要去打化疗药 破产卖楼子睡街 顶而走险就要去卖药 自己做药给人买 那些不法的药品 要靠这样去调命 有一套这样的剧 有些人问 为什么他找到一个搭档 搭档是个鼓滑仔 鼓滑仔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后来发觉原来你患了癌症才这么做 大家都是很无奈 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写照 是很惨的 而且你很多年轻人 是要顶住那个 他另外一样东西 其实美国有另一样东西是很大事的 就是你很多人打算读完大学 有一张砂纸可以改变命 对不起是不行的 反而欠了一批股债 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欠债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很多年轻人都是靠借钱到大学的 美国对于自己看这方面 就很鼓励的 这个信息卡都是他们发明的 所以搞到很多年轻人就理财不善 搞到一读完书就背着一大笔债 对这个经济构成相当的影响 但是在特朗普 有人计过 特朗普如果比较奥巴马那时候 他的确有改善 我只是说两三样东西 第一就是真正的GDP增长 他在2017-2018年 他刚刚上位那时候 他的真正GDP增长 2017年是上升2.3% 2018年是上升了3% 就是扣除通胀的真正向上 但是到他2019年已经有颓势了 因为打贸易战的影响 令到真正经济增长受影响 他是打贸易战搞死自己 如果他不是打贸易战 他是可以继续上升 而最讽刺的就是他的贫穷比率 在他2019年那时候 贫穷率是低到10.5% 就是有部分的人是真的 因为奥巴马走那时候 奥巴马走那时候 他的贫穷率下跌了12.7% 他就下跌了10.5% 虽然是有减速 但是仍然是保持着势头 真正的Household income 到他2019年 就是入息中位数 是上升到68703元 奥巴马走那时候 是留了2016年 是62,898元美金 就是有差不多5000元的增长 入息中位数 就是平均每一个美国国民的入息中位数 其实是有改进 是有改进是有改善 无论你怎样争论他 说话也好什么都好 他在经济上是有一手的 他的美国优先政策是 令到美国是友好的 但是长远来说 有一件事就是budget 就是国家在这个赤字 国家赤字的GDP是上升了 不过上升得很低的 都是4.6% 那他的国家的预算 就是那个赤字 是更加不用再说了 9840亿 奥巴马走那时候 都是不过上升到5850亿 赤字 记住 是pandemic之前的数 全部都是 19病毒爆发之前 其实他真的犧牲了长远 去补回 是令到他短期 好像吃了药那样 去跑步去做运动 哇 拿金牌啊 你拿金牌 不过这么说 你这样看这些数据 你纯粹把它归功于 特朗普呢 其实就不适合 是不适合的 因为政府的政策呢 它有一个辞制性的 就是政府做一些东西 或者政府不做一些东西 它都不会即使有问题 还有是延后性的 奥巴马的政策延下来的嘛 是的 其实我说的辞制性 就是一个 可能是跟你说的延后性有关 因为辞制呢 它的反应是要几年之后才会出到 就是好像 好像 好像香港那个情况 喂 为什么19年会爆得这么大 不是因为林郑上台就爆得这么大 是因为前几任特首都是 吃地球才会这样的 就是你把责任 放在林郑月娥那里就不适合了 就是同样 就是你现在 阿特朗普整天 就是现在美国经济好的成绩 放在自己那里 其实都是不适合 因为呢 就是这个19病毒呢 其实美国 在奥巴马时代呢 已经做过一些 就是他们所谓的演习的了 其实 究竟要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其实它有一本呢 一百页的天书呢 是奥巴马丢了给阿钦的 就是留了给阿钦 阿钦其实照着做呢 19是应该不会那么大事的 是 不过当然啦 阿钦他看到 就是什么是一个黑人做的 他都不会理的 他就会扔掉他就算了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是黑人做嘛 就是这个阿钦 他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人 是 就是你黑人做的事 就是次等的 我就不要你 就是这样 所以总括来说 阿钦的经济做得好 首先 我们一开始已经说过 他是有一手好牌 奥巴马留给他一手好牌 他加了料加了下去 但是他现在加的料 如果到他下任的时候 可能是会留很多地雷给下一任 不过因为19病毒 令到那些东西爆得更加厉害 现在又到周老头执牌摊子 那就是 都可以算 我们是很公平地说 你不可以说他有两道板斧的 那当然呢 希望快快手手搞定 美国不定 全世界都是不定的 因为这个是我的看法 无论你高兴也好 不高兴也好 是必须要面对这件事 那这节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是 多谢大家 拜拜